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六条 做事诡异 独断专行 从不与人交通 并且强制人顺服 有的人有幸被选为教会带领 其实按他的素质 身量并不够割 这是神的高抬 可他就不这么领会 他就认为 我做带领 那我就比别人强 比别人高 我就不是一般人了 你们到神面前服服贴贴 服服敬拜 我就不用了 因为我与你们不同 你们是受造之物 我不是 那你是什么呀 你不也是肉体繁胎吗 你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比别人不知羞耻 你没有廉耻 没有理性 连狗都不如 你做事能独断专行 别人怎么劝都不听 这就是不同 无论自己素质多差 做事效率多低 还觉得自己比一般人高 觉得自己有能力 有才干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 都不用与别人商量达成共识 自己就有资格 自己就有资格 或者绝对有能力 掌控这一切 这是不是狂妄地失去理智了 是不是厚颜无耻啊 没做带领之前 他夹着尾巴做人 觉得自己有才干 有能力 也具备一定的做事的雄心 就是没有机会 做了带领 就把自己从弟兄姊妹中间分出去了 就开始高高在上了 尾巴就翘起来了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觉得自己能够大干一番了 就认为 神家没有选错人 我就觉得我是人才 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 怎么样被神发现了吧 这恶不恶心 你就是普通受造之物中的一员 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才干 你的败坏性情与其他人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想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想凌驾于一切之上 那你就错了 因为这个错觉 你就独断专行 不与人交通商量 并且还想享受其他人 对你的顺服与听从 这就错了 错在哪儿了 地位占错了 狄基督为什么总占错地位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们可能没意识到 就是他的人性里比其他人多一种东西 他总有一种错觉 这个错觉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神给的 是撒旦给的 就是他做这一切事 他所流露 表现出来的这一切 不是正常人性范围里本能的东西 是有一种外来的力量 驱使他去做的 为什么说他做事诡异 他的野心欲望是不可控制的呢 他控制人的欲望 已经超过了极限 什么叫超过极限 就是不择手段 超过理性 超过廉耻了 压都压不住 就跟弹簧似的 你往下按 他暂时下去了 等你松开 他又弹起来了 这是不是欲火攻心 走火入魔了 一点都不夸张 凡是狄基督掌权的教会 就不能称为教会了 经历过的人应该都有体会 那不是一种安静 喜乐 人人向上的气氛 而是乌烟瘴气 每一个人心里都特别躁动不安 感觉心神不得安宁 就好像有什么大祸要发生似的 狄基督说话做事 能带来一种气氛 人心里浑浊 对正面事物 反面事物 分辨不清 另外 被狄基督迷惑久了 人心离神越来越远 人与神的关系都不正常了 就像宗教里的人一样 名义上信神 心里却没有神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狄基督掌权 会造成教会分裂混乱 喜爱真理的人 因聚会没有享受 不得释放 都想离开教会 在家里信神 教会里有圣灵做工的时候 无论人明不明白真理 大家在一起 心往一处使劲 那个气氛是比较安宁稳定的 没有躁动 而狄基督一做事 就有一种躁动诡异的气氛 他在那儿一搅和 帮派就出现了 人就互相防备 互相论断 互相攻击 背后拆台 很明显 狄基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就是撒旦的拆意 狄基督做事的后果 一个是弟兄姊妹之间 互相论断 互相猜忌 互相防备 另外 男女之间没有什么界限 慢慢就私混在一起了 再一个 人心里意向模糊 也不注重实行真理了 也不知怎么做 合乎真理原则了 原来明白的那点道理都没了 心思浑浊了 都跟着狄基督瞎坐 就注重在外面坐 外面跑了 有的人就能感觉到 跟从狄基督真是没有路啊 如果都是追求真理的人 在一起聚会尽本分 那多有享受啊 狄基督在教会里一旦掌权 圣灵就不做工了 弟兄姊妹里面都黑暗了 信神尽本分都没劲了 这要是时间长了 多数弟兄姊妹不就被神淘汰了吗 今天一方面解剖了狄基督独断专行的表现 另一方面通过解剖这种表现 也让每一个人知道 即便你不是狄基督 但你有这种表现 那就与狄基督的性质是有关的 做事独断专行 这是不是正常人性的表现 绝对不是 很显然这是败坏性情的流露 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 能尽几项本分 你能学会与人交通 那你就守住真理的原则了 这是起码应该具备的 为什么说学会与人交通 就是守住原则了呢 你能学会与人交通 就证明你没把地位当成饭碗 没把地位当回事 无论你的地位多高 你都是在尽本分 你是为了尽本分而做事 并不是为了地位而做事 同时遇到问题 你能学会与人交通 无论是普通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与你配搭的人 你都能够与他寻求交通 这说明什么 你有寻求真理 顺服真理的态度了 这首先就表明了 你对待神的态度 与对待真理的态度 另外 尽本分这是你的职责 做工作寻求真理 这是你该走的道路 至于你做的决断 其他人是什么态度 能不能顺服 或者如何顺服 那是其他人的事 但你的本分能不能尽好 能不能合格 这是你的事 你必须得明白 尽本分的原则 不是顺服哪一个人 而是顺服真理原则 如果你觉得 自己明白了真理原则 通过与大家交通 达成共识 弟兄姊妹都一致认为 那么做合适 但是有几个人 不服气想搅局 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这就得采取 少数服从多数了 既然多数人 达成共识了 你为什么出来搅局 你是想搞破坏呀 你可以把你的意见 说出来 让大家分辨 大家如果说 你的意见 不合乎原则 站不住脚 那你就应该 放下自己的观点 别再持守了 对待这事的原则 是什么 对的就应该坚持 错的 不要强制人听从 明白了吧 其实 敌基督在有独断 专行的这个表现 做法之前 他已经有一定之规了 独断专行 肯定不是指 做正确的事 或者实行真理 肯定是指 做不对的 违背真理的事 是走错误的道路 做出错误的决断 也让人听 这叫独断专行 如果是对的 是符合真理的 就得坚持 这不是独断专行 这是坚持原则 这两者得区分开 所说的 敌基督的独断专行 主要是指什么 做事不符合原则 不符合真理 也让人听从 对了 不管临到什么事 不管处理什么问题 他也不寻求真理原则 只凭自己的观念 想象做决断 心里明知 这样做违背原则 但还想让人 听从顺服 这是敌基督的 一贯做法 刚开始 扩展福音的时候 有的人 拿着话在肉身显现 到宗教里传福音 宗教的人 看了神的话中 揭示奥秘 交通异象 还有生命进入 这些方面的话 都说挺好 就是有些审判 揭示人的话语中 个别用词太严厉了 他们感觉是在骂人 就接受不了 说 神说话还能骂人吗 这些话充其量 就是个高人写的 传福音的负责人 说他有办法 后来就把神的话中 凡是不和人观念想象的 不和人口味的 很怕人读了产生观念的话 都改了 比如 神皆是人本性时 提到的淫妇妓女 混蛋这类词 还有下地狱 下硫磺火狐等 这类词都给删去了 总之 凡是容易让人产生观念 误解的话 一律删除 你们说把神话中 一些审判人 定罪人 助组人的词汇 都给删除了 这是不是神的原话了 这还是神做审判工作 发表的话语吗 这位老先生 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就把神的话里 关于熬炼方面的 关于皆是人败坏性情的 有些特别严厉的 尤其是效力这试炼 那个时期的话 删掉了不少 后来宗教人看了说 不错 这样的神可以信 接受了 这位老先生就觉得 看我多聪明 神的话说得太严厉 也不智慧呀 对那些人哄还来不及 你怎么还能说 让人误以为是骂人的话呢 这也不智慧呀 我给他改改 改完之后怎么样 连那些宗教的牧师都愿意信 接受的人一批接一批 怎么样 我有智慧吧 我聪明吧 我是不是挺高啊 改完之后有这样的果效 把它美得不得了 结果有些宗教人进入教会后 发现他看的神话是改过的 和教会原版的神话与书籍不一样 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后来了解到 是这位老先生把神话内容给改了 你们说 这位老先生这事做得怎么样 不说别的 就说这些话也不是你说的 你没有改的权利 就算是人写的一篇文章 或者一部书 你如果要改的话 首先也得征得原作者的同意 他同意了你可以改 他要是不同意 你绝对一个字都不能动 这叫尊重作者 尊重读者 如果作者没有经历修改 授权给你 说你可以改 怎么改都可以 只要按照原文的意思 达到果效就行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改 在作者授权 或者获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 就可以改 这种行为叫什么 名正言顺 做事地道 是吧 如果作者也没同意 你也没通过作者授权 就擅自改了 这叫什么 这叫任意妄为 独断专行 现在这位老先生 他所改的是什么 是神的原话 神的话里带着神的心情 带着神的性情 带着神对人类的心意 神的话那么说是有意思的 神说那话是什么心情 什么用意 要达到什么果效 你知道吗 你测不透 你瞎改什么呀 神说每句话 前言后语 怎么用词 用什么口气 让人感受到这里面的气氛 心情 情绪是什么 这都有说法 有讲究 神有考量 神有智慧 这位老先生认为什么呢 神这样说话不智慧 他是这样看待神的做工的 他认为 对宗教里吃饼得饱的这些人 都得哄 都得用爱 用怜悯 话不能说得这么严厉 要是说中了 还怎么传福音 那福音还能扩展出去吗 神难道不知道这是吗 神太知道了 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 这就是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是什么 神就要这么说 你爱信不信 你信你就是神的羊 你不信你就是狼 神的话揭露你 骂你两句 你就不承认 你是信神的人了 你就不是神的塑造之物 神就不是神了 你如果能因此否认神 那你就是恶人 就是魔鬼 神不拯救这样的人 所以教会也不应该 强拉硬哄 接纳这样的人 有的人说 神骂我 我也心甘情愿 祂是神 那就能拯救我 祂答我 也是应该的 祂说我是浑人 那我就是浑人 我比浑人还浑 说我是淫妇 虽然我好像 没做淫妇做的事 但这是神说的 那我就承认 接受 他有一个最简单的 相信 承认 与接受 有一个最简单的 敬畏神的心 神要得着 这样的人 有的人看神的话 说得太严厉 扎心 觉得自己得不着福了 就不想信了 心里说 你是神 我也不信 你这么说话 我就不跟随你 那你就赶紧滚 你连神都不承认 神能承认 你是他的受造之物吗 这是不可能的 神的话就在这摆着 你爱信不信 不信你就滚 你就得不着 你信就能有 蒙拯救的一线希望 这是不是公平的 那这位老先生 是不是这么想的 他能不能看透神的 这个心思 他是不是愚蠢呢 不通灵的人 就做这种蠢事 他把神看得很渺小 很简单 觉得神的心思 比人的头脑思维 高不了太多 平时常说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没事就讲这些大道理 结果临到室 就把这话抛到脑后了 觉得神说这些话不像神 在他心里 就不承认神的这些话 所以在他那儿就通不过 正好赶上传福音 他趁此机会 赶紧把神的那些话改了 还打着 为了传福音有果效 为了多得人的旗号 最后 对他这种行为 我是怎么定性的 篡改神话 什么叫篡改 就是擅自加减 烂动原意 把作者的意思都改了 就是他无视作者说话的 初衷用意 然后随意改动 这就叫篡改 这里面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胆子太大了 这是不是人干的事 这是魔鬼干的事 不是人干的事 一个普通人说的话 你都不能随便动 你得尊重作者的意见 你若改动的话 你得提前通知 征得人家的同意 经过许可之后 才能按着人家的意思改 这叫尊重 对神呢 何止是得尊重啊 神的一句话印错了 少一个得子 都得问问行不行 要是不行的话 再重应这一夜 得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就叫敬畏神的心 这位老先生 他有没有这点心呢 没有敬畏神的心 他目中无神 胆子太大了 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 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又发生一件 类似的事 有些人又以传福音 多得人为理由 借口 要乱改神的话 这次比上次好点 上次是独断专行 不与人交通 随意乱作 篡改神话 这次是向上面问了一下 说 某某民族的人 看到神话中的 有些字眼 接受不了 大家商量出一个对策 把神话中 他们接受不了的 这部分词汇 说法 或者一些话删掉 改动一下 然后再给他们传 就给他们单独 整理出一半神的话 这样 他们不就信了吗 你看看 真有胆大的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对这类人 如果从轻发落 就当作是愚蠢 无知 岁数小 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 如果从性质上来定性的话 这是为了讨好撒旦 随意改动神的话 这叫什么 这是犹大的行为 是汉奸叛徒 这是卖主求荣 借着篡改神的话 把神的话 改成人愿意接受 容易接受的 好听的话 来讨好他们 让他们接受福音 这成什么事了 就是地上 没有一个人相信 神的话 就不是神的话了吗 神话的性质就变了吗 难道他们接受了 神的话才是真理 他们不接受 神的话就不是真理了 神话的性质 能因此改变吗 绝对不能 真理就是真理 你不接受 你就死 有些传福音的人 就认为 他们不接受 多可怜呢 多么伟大 多么高尚的民族啊 神都那么爱他们 怜悯他们 咱们怎么能 不献点爱心呢 把神的话改改 让他们接受 那些人多好啊 神对他们多好 多怜悯呢 咱们应该体贴 神的心意呀 这是不是假冒 又一个假冒的 不明白真理 尽做蠢事 都说过 以前有人篡改神话 被处理 被开除了 现在又有人 想篡改 这是要达到 什么目的呀 这是不是 卖主求荣啊 这就是卖主求荣 讨好撒旦 神的话说的不实际吗 拿不到大面上吗 你不承认是真理吗 你不承认 那你还信什么 真理你都接受不了 那你信神 有什么用啊 没法达到蒙拯救了 神无论怎么说 说哪些话不合你的观念 他也是神 他的实质不变 你无论说得多好听 你无论怎么做 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善良仁慈 无论你认为自己多有爱心 你也是人 也是个败坏的人 你不承认 神的话是真理 你想篡改神的话 去讨好撒旦 这种做法怎么样 让人不耻 我以为以前都交通过 篡改神话是什么性质 现在传福音 应该不会再出现这事了 没想到还有人敢篡改 还有人有这个念头 你说人心里对待神话的态度是什么 简直就是肆无忌惮 在他心里 神话的分量轻如红毛 没什么分量 他认为 神的话怎么说都行 我随便给你改 改成何人观念 何人口味的更好 那才是神的话呢 做出篡改神话这类事的人 可以定性为敌基督 他们肆无忌惮 不加思索地随意篡改 独断专行 他们与其他的敌基督的性情 性质是一样的 还有一点就是 当他们临到危险 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想法与做法是什么 他们会选择什么 选择出卖神的利益 出卖神家的利益 来保全自己 篡改神话的这类人 他真是为了传福音 能达到果效吗 他所谓达到果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想炫耀自己的才能力 通过这事让人看到 你看我有能耐吧 你看我这么一改怎么样 传福音的效果不错吧 你们就没有那两下子 你们想都不敢那么想 你看我这么一想 这么一做果效达到了吧 这种人无视神的话 通过篡改神的话 来满足自己追求名誉地位的野心欲望 这是不是狄基督的性质 定性他们为狄基督 一点都不冤枉 狄基督独断专行的 另外一种表现是什么 他们从来不与弟兄姊妹 交通真理 不解决人的现实问题 只是讲字句道理教训人 甚至强制人顺服他 那对待上面 对待神 他们的态度和做法又是什么 就是欺上瞒下 无论教会中有什么问题 丝毫都不给上面反应 无论做什么也从来不向上面询问 他们好像也没有问题需要上面给交通指导 都是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做 这叫暗箱操作 就像自己说了算 自己做主 但有时他也会伪装 把芝麻粒大的小事拿出来 向上询问 装成追求真理的人 让上面误以为他凡事都寻求真理 真是一丝不苟啊 其实所有大事他都不寻求 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还不让上面知道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他就更不会报了 很怕涉及到他的权力 地位名声 说白了 狄基督独断专行 从不与人交通 还强制人顺服他 这种行为主要的表现 就是搞个人的经营 培植个人的势力 群体 人脉 搞自己的事业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而且做事没有透明度 狄基督让别人顺服自己的意愿 欲望特别强烈 他让人顺服他 就好像是让猎狗 听从主人的命令一样 不让人分辨对错 必须得绝对听从 绝对顺服才行 狄基督独断专行 还有一种表现 比如一处教会的带领是狄基督 如果上层带领工人 去了解插手这处教会的工作 这个狄基督能不能同意 他绝对不同意 他把教会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 像铜墙铁壁一般 不让别人参与 不让别人过问 得知带领工人 要来了解工作 他就对弟兄姊妹说 这个人来了不知是什么目的 他不了解咱们教会的实情 他如果插手 就能把咱们教会的工作搅扰了 他就这样迷惑弟兄姊妹 带领工人来了以后 他就找各种理由借口 拦阻弟兄姊妹和带领工人接触 还虚情假意款待带领工人 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说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其实是为了拦阻他们 跟弟兄姊妹见面了解情况 当带领工人向他询问工作情况时 狄基督就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 所说的话都有水分 他把各方面工作都说得很好 来欺骗带领工人 当带领工人提出 要接触教会的弟兄姊妹时 他就说 我也没安排呀 你来之前也没打个招呼 要是打招呼的话 我就安排一些弟兄姊妹让你见见 但现在环境恶劣 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就不要接触弟兄姊妹了 他说得挺好听 但有分辨的人就能听出问题来 他不让带领工人接触弟兄姊妹 是怕漏馅 是怕他工作的漏洞偏差都暴露出来 狄基督把教会的弟兄姊妹控制得牢牢的 带领工人如果不负责任 就容易被狄基督蒙骗糊弄 教会弟兄姊妹的实情是什么 有什么难处得不到解决 上面的交通讲道与神话与书籍 能不能及时发到弟兄姊妹手里 教会的各项工作做得怎么样 有没有偏差问题 带领工人都不得而知了 神家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 弟兄姊妹也不知道 这样狄基督就把教会完全控制了 他就独揽大权自己说了算了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没有机会接触上层带领工人 也不知道事实真相 就被狄基督迷惑控制了 这些检查工作的带领工人 无论狄基督怎么说 他们都没有分辨 还以为狄基督做工作了 就完全相信狄基督了 这就等于把神选民交给狄基督负责了 你们说如果带领工人 在狄基督迷惑人的时候 不会分辨 不负责任 也不会处理 这是不是耽误教会工作 坑害神选民呢 这样的带领工人 是不是假带领假工人 对狄基督控制的教会 带领工人必须得插手过问 还要及时地处理解决狄基督 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有假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对狄基督迷惑神选民的事 不管不问 神选民就应该揭露 假带领假工人 检举他 罢免他 撤换他 选上好的带领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 狄基督迷惑人的问题 有的人说 这样的带领工人 可能是素质差 没分辨 没分辨 才没有处理解决 敌基督的问题 他们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应该再给一次机会 对于这类的魂人带领 就不能再给机会了 如果再给机会 只能继续坑害神选民 因为他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没有良心理智 办事也没有原则 就是个卑鄙小人 应该淘汰 这两年 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联合起来 把一些不做实际工作的 假带领敌基督 罢免了撤换淘汰了 这是不是好事 我就喜欢听见这样的好事 这是神选民生命长大 进入信神正轨的最好证据 这说明人有点分辨了 有点身谅了 不受假带领敌基督恶魔控制了 一般的假带领敌基督 已经迷惑控制不了神选民了 神选民不受地位权势的挟制了 他们有胆量分辨揭露 假带领敌基督了 敢于取缔罢免 假带领敌基督了 其实 无论是带领工人 还是普通神选民 在神面前都是平等地位 只不过是本分不同罢了 在神家没有地位的区别 只不过是本分不同 担的责任不同 当面对假带领敌基督 搅扰教会工作的时候 带领工人与神选民 都应该揭露 检举 及时处理 把敌基督开除出教会 这个责任是相同的 共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